《启示录》 记录什么呢 记录一个启示 什么叫做启示呢 这个本来就有的一个景象 但是它前面可能有一个木曼 布曼还是什么情形 叫我们看不见后面那个真正的情形 我们只看见的就是一些 曼子前面或者是看得见的东西 那么今天主耶稣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基督 这个基督就是真正的基督是怎么一个样子的 那它就需要有启示 现在我们看见的 可能我们大家心里想的 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神成了人 为着我们的罪呢 它死在十字架上 那把我们所有的 全世界所有众人的罪呢 通通担在它身上 那么它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它流出宝血 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 罪是我们犯的 刑罚是干我们受的 但是呢 这个神的刑罚降临到人的时候呢 它就替我们受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它是我们的救赎主 那么但是呢 它不只是死了 它又复活了 复活以后呢 它成了赐生命的灵 然后过了四十天 它就升天了 那升天以后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那对我们来说 就变成一个奥秘 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今天晚上呢 如果主联名我们啊 我们是盼望 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啊 有一个说话 有一个开启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幕后这位基督 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 升天以后的基督 是怎么样一位基督 把我们启示出来 那我们的心啊 我们当然不是这个眼睛来看的 我们是心里头的眼睛来看的 以福所书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要求神 给我们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 叫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得以开启 那今天晚上呢 我就盼望在座的每一位 心里一个默默的祷告 主耶稣啊 今天晚上给我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 叫我的心中的眼睛得以开启 可以认识这位基督 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基督 好 那我们刚刚这个读的圣经里头呢 我们看见了 刚开始呢 就是约翰 约翰呢 跟我们一样 他是在这个 他是神 主耶稣 就是神成为人的这位耶稣呢 在地上的时候 他过了一个人的生活 是一个人性的生活 所以外面看起来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是一个完人 他没有做错事 但是呢 在他里面呢 却是神 他里面是神 他外面还是人 那么在他做人的时候呢 他选了十二位使徒 那么约翰就是其中一位使徒 那这个约翰呢 跟其他使徒又不太一样 这个使徒呢 跟我们的主耶稣很靠近 他是 圣经有记载说 他是能够跑到主的怀里头去的 在主的怀里头 就问主一些话 那么这样子 跟主那么 这么近 这么亲密的 一位一位使徒 那么他呢 就是这位使徒 神主啊 神就向他启示 启示 这个 基督他是怎么样 一位是 一回事 好 那么我们刚读的圣经里头 启示录第一章 第九节 他说 我约翰 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 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里 一头有份的 一头有份的 为着神的话 和耶稣的见证 呈在那名叫 拔摩的海岛上 我们这位约翰使徒 他是在拔摩海岛上 他是为着耶稣的见证和神的话 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拔摩海岛呢 是一个荒岛 这个是没有什么人住的地方 那么他是被这个 罗马 罗马那个谁啊 罗马这个 该沙 罗马皇帝啊 叫做尼罗 把他放逐到这个 这个拔摩海岛上 那么在那里啊 那什么都没有了 他的亲戚 也不能来看他 他的这个平常的弟兄姊妹 也不能去见他 他就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 感谢主啊 我们这位使徒啊 虽然呢 地也是断绝了 但是呢 天去向他是开启的 他在那个情形里头呢 他就有看到这个异象 那我们这位弟兄 他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 他说 如果是我写这个书信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使徒 我是使徒嘛 当然我讲我是使徒 但是我们的约翰呢 他没有这样看 他认为呢 他认为我是你们的弟兄 我是你们弟兄 不只是弟兄呢 我和你们呢 一同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和忍耐上呢 是有一同有分的 你看 这么一位谦卑的 这个使徒 他是这样子的一位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好好的谦卑下来 不要认为我是怎么样 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那么在一个肢体里头 在这个地位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异象 这个启示 他说第十节 他说当主日我在灵里 我听见后面有大声音 大声音 大声音 卢吹号 说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寄给那七个照会 给以弗所 石梅纳 给别加摩 给推亚推拉 给沙迪 给飞拉铁飞 给劳底加 我需要注意我的时间 Amen 那么这里呢 他是啊 第十二节 他说什么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 发生与我说话 那么这个转啊 这个转啊 是很重要的 这个转是很重要的 我们呢 也许是面对的 或者是我的前途啊 或者是我的赚钱啊 或者是我的孩子的教育啊 或者是我要买几栋房子啊 你的方向是这个 但是呢 你若是今天晚上 听到有声音的话 请你要转 你要从 你现在所注意的事物上 要转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转 有转了才能看见 不转 看不见 可能只听到声音 但是没有看见 今天晚上我是盼望的 真是主联名 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呢 心里头都能一个转 转到哪里去呢 转到主身上去 我们的主是活的主 他复活了 他是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 他可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他约翰一样的转 他一转过来呢 就看见什么呢 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那么七个金灯台呢 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指的七个地方照会说的 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照会 在以夫所呢 他有一个以夫所的照会 在石梅拿呢 是有石梅拿的照会 他不是 不是 不是说 这个 以夫所要好几个 好几个教会呢 给好多的照会 不是 在神的眼中 他只有一个照会 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照会 他也没有说把七个照会呢 把联合起来 开一个联合会 这个 像 我们中间很多 现在很多的派呢 是联合起来的 是联合的 在圣经里头 没有那么回事 就是一个地方 就该有一个照会 那么在这里呢 主就说呢 他说 在灯台中间呢 我看见 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呢 有一个好像人子 这个是谁呢 这就是基督了 这位就是基督 那他在升天里头啊 他还是像人子 换句话说 他是 他是神成为人 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到升天 他并没有把人性丢掉 还回成为神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 他成了人的时候呢 这个人和神呢 神和人呢 在他里头就成了一个 那么他就是 在复活的时候呢 他也是把他的人性呢 带到复活里面 他升天的时候呢 把他人性也带到天上去 所以今天这个使徒约翰呢 看见这位基督耶稣啊 他是看见他是一个人子 他是像一个人子 那么在这个人子呢 他是身穿长袍 这个长袍呢 是指着祭司的袍子 在旧约里头呢 祭司是穿一种长袍子 一般的人不是那么长的 那这个直垂到脚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这个袍子指着他的 这个行为说的 他的为人的生活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里头呢 他就有 他是满了人性的一个活出 他是有这个人性的这个长袍子 他又是祭司 他的胸间呢 竖着这个金带 金带呢 金子呢 是指着神圣的性情说的 那么金带子 那个带子呢 是指着能力说的 我们呢 每个人要做事以前呢 我们都要 中国人那个 以前的衣服都是 也是长袍子 对不对 但是我要 若是要去干事的话 我需要竖个带子 我一竖一个带子呢 我就可以啊 这个袍子呢 就可以 不会成为我做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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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阻碍了 那所以呢 你 你竖的腰呢 就是说你要 有一个事情要做 那这个 这个带子呢 就是力量 那么这个带子 金带呢 就是神圣的力量 那个神圣的力量 是一个无限大的力量 所以主耶稣来服侍 他的众照会的时候 他是有 无限的力量 用金的力量 来服侍我们 但这个 那个带子呢 不是竖在腰间的 他是竖在胸间的 什么是胸间呢 胸是 这个爱的表情 就在心 心就在胸那里 那么 这个爱 是从 是在这个 这个心 这里的 所以 竖在胸间的意思呢 说我们主耶稣 他的救赎工作 已经完成了 他就不需要 竖在腰间了 他现在呢 只需要什么 用爱心来照顾 他的众照会 所以是竖在胸间 感谢赞美主 那么这样的一位呢 他是什么 头发 头与发 揭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 OK 我们慢慢讲 这个 他的头呢 他的头发呢 都是白色的 那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是 他是在永远里头 在梗谷里头的一位 那么 他不是啊 像我们那个头发 白了 我看我们中间 有些白头发的 我的头发 开始白起来 这个白头发呢 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年纪 年纪是老了 老迈了 所以白头发 就白起来 但是呢 我们主耶稣 头发白 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是因为他的性情啊 原来就是从梗谷到 开始的 就是在永远里面的 所以他头发白呢 他是如羊毛 你想得羊毛啊 是从 从里面生出来的 羊毛不是你外面人 去把他染 染个白色的 他是什么 他是从里面 他的羊的性情 就叫他生出 这个白色的羊毛出来 所以羊毛的白色呢 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他就变白了 他乃是什么 生下来啊 就是白的 他的性情上就是白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主耶稣呢 他的性情从梗谷就开始了 那么还有呢 他是从 他是如白雪 这个雪呢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个雪呢 不是天上降下来 我们把它染成白色的 他是什么 他原来就是白色的 而且是属天的 所以他这个白色 就是他的性情呢 是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这是主向我们显现 向我们启示的 这位基督 是一位很不 跟我们平常 所认识的基督 不太一样 那么他的眼睛呢 如同火焰 朋友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眼睛呢 没有什么火焰 这个 也许有的人是很温柔的 但是也许有的人是很严肃的 那么严肃的人呢 他的眼睛呢 可能会冷一点 那么这个温柔的人呢 他的眼目呢 就比较温柔一点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 他的眼睛是发火的 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 火啊就是为了来 火就是为了来锻炼 他是为了照亮的 他是为了来见察的 我们的主耶稣啊 他的眼睛呢 在这个福音书里头啊 他还没有升天以前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很柔和的 他的眼睛是很柔和的 所以约翰呢 敢躺在他的胸怀 那还有啊 我们的彼得弟兄啊 我们的使徒彼得啊 他有一次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以后呢 那圣经说啊 主耶稣呢 他就转头转过来 看他一眼 就看他一眼 一看他呢 他里头就摸着了 他就跑出去悔改了 去哭了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主的那个眼睛 但是啊 平常你看见主的眼睛 你觉得他很温柔 他很爱我们 但在这个升天的时候 他是有 他是有 他的那个 一个目标的 他有一个行动的 在这个时候 他的眼睛是像火焰一样 这个火焰呢 要烧进我们中间里面 一切不是属于神的 我们不是属于神的 他的火要把他 要把他曝露出来 然后要把他烧掉 那我们里头有许多的 不纯洁的地方 这个火焰呢 会来烧我们 他的脚呢 好像是在 炉中锻炼过 明亮的铜 他的脚呢 脚是指他的行动说 他地上的行动说的 他在这个 在四福音书里头 在他升天以前 他的这个 他的行动呢 就是本来就是很 这个很光明的 他在福音书里头 我们就看见了 他是受了人 许许多多的试炼 这个试炼呢 就叫他的行动 被被试出来 是完全是光明的 完全是意义的 所以他的脚呢 是是被试断 锻炼过的 明亮的铜 铜在圣经里头 是指的审判说的 就是主耶稣呢 他在地上 他被这个神一切的 所安排的试炼 还有这个 他的仇敌魔鬼 所安排的一切的试炼 都能够胜过 都能显出 它是光明的 然后他说呢 他说他声音 如同种水的声音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呢 是他说话的时候 那个种水的声音呢 就是其实就是 在这个以西节书 第四章他告诉我 神的声音 就是种水的声音 我想在座 有人可能去过 这个Niagara Falls 在这个美国的 第一大瀑布 这个Niagara Falls 你到那里啊 那个水 那个声音啊 那真是 那是你平常 你就在你旁边 那个人 你跟他讲话 都喊着讲 因为那个水的声音 真是大 而且那个声音呢 那是 你也不晓得他讲什么话 所以神说话的时候 我们没有人听得懂 但是呢 感谢主 他怜悯谁呢 他这个声音 就能听得清楚 他手中呢 就拿到这个七星 他的右手中拿了七星 右手是指着我们 这个能力的那一面 你看我的 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右手 拿右手做事的 所以我的能力 都在右手 他的右手呢 是拿着那个七星 那个七星呢 就是这个 照会里头的七个使者 那就换句话说呢 今天 神要的 不是那些 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地位的人 他是要那些 能够发光的人 发光的人呢 就在他的右手里头 蒙他的保守 也由他的差遣 那么从他口中呢 就有一把两论的利剑 哎呦 他这个嘴巴 能够出来一把剑 这把剑呢 就会杀死啊 杀死所有他的仇敌 那我说 外面的仇敌 还容易看见 如果撒旦今天 魔鬼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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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我就认识这个 是魔鬼 但是里面的仇敌呢 我是不太容易认识 比如说我的骄傲 比如说我的野心 比如说我常常跟人家不和 或者我的脾气 这些仇敌呢 就需要主口里那个利剑呢 来把他杀死的 那我们的主耶稣呢 在升天的时候 他就 他这个嘴巴呢 他这个发出来的那个话呢 就是像利剑一样 圣经里头 有一本书叫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他说神的话 是 是有能力的 是活的 是 如一把两刃的利剑 能够赤落剖开 我们里面心思里头 所有的心思和意念 心怀和意念 都能赤落剖开 这个就是 今天在升天里头的基督 他是用他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话 是我这个人在说话 但是你要晓得 不只是我在说话 我们的主耶稣 也在我们 我们这里说话 他可能我外面说话 他在你里面说话 那个说话的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里面一些仇敌 一些 那个不对的地方呢 就会把他杀死的 哈利路亚 这样的一位基督 那么他的这个 他的面貌呢 如同烈日中发 烈日中发 烈日中天发光 他的脸呢 就是像这个 像那个太阳一样的 这样发光的 就是说他 他这个 这是指着神的光啊 光是 一面是一个 温 这个温暖 这个热量 一面也是这个 照亮 比如说我们 我们若是在一个 自己一个房间里头 没有光的房间呢 我们看不出来 那个空气里头 多少灰尘 但是有光啊 从窗子里头照下来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就看见 哇这个 这个空气里头 原来那么多小灰尘 在那里飞来飞去 这个就是啊 有没有光 有很大的分别 我们可能自以为 我是不错的人 我自以为我这个 我这个行为呢 我啊是 做什么事都是凭着良心的 你但是呢 光一来就发现 你的良心真不可靠 那真是啊 跟神的标准 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你还是那么的骄傲 你还以为我是怎么怎么 所以今天你需要 看见主耶稣的脸 他的脸呢 是发光的 你看了他 你就晓得你自己 心里怎么样 那么这位基督呢 所以他这个第十七节 他说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你想到我们这位约翰 约翰弟兄啊 他是躺在主怀里头的一个位 他怎么会 这会扑倒呢 就是今天 我们在启示录头 要启示给我们这位基督呢 实在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个基督 他升天里头以后呢 他是在神的宝座上 他有一个行政的 他有他的一个 他有他的一个政权 他要管理这个整个地 整个宇宙 他在那里管理呢 他的管理也不是只是为了管理 他有一个目标的 他要把整个宇宙带到一个目标上去 在这个带的过程里头呢 他是啊 他必须是这个 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 他是为着神 在地上 有一个行政 因为这样子呢 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位基督 这样一位基督呢 连约翰 这么跟主 这么亲密的一位使徒呢 他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这样一位基督 他一看见 他马上就扑倒在地 如同死了一样 那今天我们若是觉得说 约翰他会变成 我看见主耶稣 我不会扑倒的 这个你就错了 你真正 我们认识 碰见主耶稣 你看见他的光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扑倒在地 你晓得在这个 圣经里头一本书叫做约伯记 约伯记里头啊 这个约伯啊 他为他自己啊 这个他认为他自己是没有错 所以一直在那里为自己变白 那么他有三个朋友 那个三个朋友呢 就通通来告诉他 你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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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就说 我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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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有一天呢 主耶很忍耐 就听他们讲 讲到后来呢 到四十二章 主耶神就向约伯显现 你晓得约伯怎么说 他说 我封闻有你 如今啊 什么 亲眼看见你 我就什么 在灰尘中 懊悔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们 真的 我们以为 我们的主是怎样怎样 但是你真的看见他的时候 你就会扑倒在地 像这个约翰一样 就像约伯一样 我们这个旧约里头 有一本书叫以赛亚 以赛亚第六章告诉我们 这个以赛亚看见 这位在宝座上的基督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 祸哉祸哉祸哉 我是嘴唇不截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截的民中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子喊着说 他说我是有祸的人 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圣洁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晚上 愿主把他这位 这样一位 有他有行政 有目的的 这样一位 在升天里头基督 向我们显现出来 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一点 就是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 是告诉我们 基督升天的时候 在天上的情形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根本 若是不是约翰把它写出来 我们根本不晓得 我们根本不会想到 天上是怎样的情形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天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 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但是今天感谢主 约翰把它 他看见了 他就写出来了 第四章的告诉我们 天上有个宝座 这个宝座就是神座的宝座 他在管一切的行政 那主耶稣在地上 所经过的 他的这个三十年里头 受了人 三十三年半 受了人各种各样的羞辱 这个法利塞人的反对 这些都是神在宝座上所预备的 叫我们的主耶稣 经过了所有的试炼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这也是神所预备的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孽 在现在十字架上 这都是神在宝座上所预备的 那么主耶稣复活 也是神在宝座上所定规的 他复活以后 升天也是神在宝座上定规 你要想到整个宇宙中 就是有一个宝座 所有的一切的行动 地上所有的一切的发生的事情 都是由这个宝座来开始行动的 今天我们的美国的总统是奥巴马 奥巴马是连任的 这个也是在宝座上有这个定规的 那你说 你说这个 前几个礼拜 这个巴拉斯坦 那个 那个 什么哈马斯那些人 打了几个火箭 跑到耶路撒冷去了 这个呢 也是神允许的 这个都是 有一个宝座 弟兄姊妹们 你要晓得 我们有一位 有一位是坐宝座的 这位坐宝座的呢 是管理一切 整个宇宙的 一切的行 一切的发生的事情 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到这里来 也是宝座上 一定定规好的 感谢赞美主 那么在那个宝座上 这位神呢 这个是在升天 耶稣升天以前 就有这个情形 那么到了第五章 就告诉我们呢 主耶稣一升天以后 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看一下 他说呢 在宝座上 他有一个书卷 手中 右手中 有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呢 就是呢 要把神 从主耶稣 升天以后 升天以后 要做的什么事情 就写在这本书里头 这本书呢 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 圣经里头 讲的新约啊 新约 因为主耶稣 是在这个 这个死以前 所告诉我们 他是用 他的血 来立的约 这个新约呢 他就 就是这本书 那么他说呢 但这个新约 这本 神要做事的 这个 这本书呢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 神的计划 也可以说神 我们 有一个字眼 中国人有一个字眼 叫做金伦 我们说诸葛亮 是什么 满腹金伦 对不对 金伦就是 他有一套 一套计划了 有一套这个 看法了 是不是 那我们的神 也是有金伦的 他也有计划的 他的计划 都写在这个书卷里头 但是他有七个印的 印在上面 是封起来的 外面人不晓得 那么他又看见 一位天使说呢 有谁配得来展开 这个书卷呢 打开这七个印呢 天上地上地底下 你晓得这个是 这个是在天上的景象 我们是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天上的 我们只能看上地上的 地上的也只能看到 在Arcadia 我能在哪里 就在看到什么 但是你晓得 在天上的宝座 是看见天上的 也看见地上的 还有看见地底下的 通通看了 通通看 找来找去 找不到一个人 配得展开这个书卷 所以约翰呢 就哭了 他就哭了 你我在那里 我们也要哭啊 那主耶稣 神已经有一个经伦了 他有一个计划了 他在那里要实行了 但是没有人配得实行呢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他哭了 我们应该也要哭啊 但是感谢主 他说什么 不要 不要 不要哭 不要怕 为什么 有一位 他说一位 犹太 犹太支派的狮子 还有一个 大卫的根 犹太支派是 犹太当然就是 人的子孙呢 是不是 就是犹太支派的狮子 他狮子是 狮子是什么 狮子 我们都晓得狮子 就是寿终之王 做王的 那就是说 他是胜过的 他是得胜的一位 我们的主耶稣呢 他是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仇敌 他是得胜的一位 那么 然后呢 他又是什么 他是大卫的根 这个大卫的大卫是 其实大卫是 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呢 他应该说是 大卫的后裔 但是他不是讲 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说他是 反而是大卫的根 大卫的源头 那是指什么说的 是指他的神性说的 我们这位基督呢 他是神 又是人 这样子一位呢 他能够展开 配得展开 这个七印 他为我们死了 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 他为我们复活了 他为我们成了赐生命的灵 他为我们 进到我们里面 所有信主耶稣的人 我们里面呢 都有 有另外一个生命 就是神圣的生命 这个神圣生命呢 就是 这位主耶稣自己 成了灵 进到我们里面 这个呢 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那么 这个 感谢主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 他就 有资格 打开这个七印 OK 我时间已经过了 我就 我就 讲下 最后一节 最后一处 就是第十章 那里呢 我刚刚讲的 那个他 他这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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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王权的 你看 他们天上的 所有的天使 二十四位长老 是代表天上的 一切 千千万万的天使说的 那四活物呢 是代表所有的 受造之物说的 这个 无论是 这个 无论是 这个地上的走兽啊 这个 树林里头的 这个野兽啊 或者是 空中的飞鸟啊 或者是地上的人类啊 通通由这四活物来代表 那么他们怎么说 他说 我们请看啊 这里有 我们读 看一下这个 第九节啊 他们唱新歌 他为什么说新歌呢 是因为 因为我们这位高杨 是刚被杀的 他在 他说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他的心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 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各支派 各方言 各民族 各邦国中 买了人来 归于神 所以啊 今天 感谢主 我们说中国人 中国人 感谢主 他的保险 买了我们回来 美国人 他也把他买回来 黑人 他也把他买回来 怎么样的民族 俄国人 他也把他买回来 各种 各方言 各种族 各 各民族 各邦国 主耶稣都把他买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 碰到无论是怎样的人 他是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黄色人 绿色人 也都好 都要跟他们去传福音 对不对 因为啊 主耶稣把他买回来的 Amen OK 那么第十章 他就说呢 有一个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我们这位主耶稣呢 他又在神的经论里 在神的这个宝座 那个上面呢 他又成了一个天使 天使呢 在原文里头 是使者的意思 使者 不是像我们讲angel 其实原文里是messenger messenger是一个使者 使者什么呢 使者就受差遣的 叫使者 我们的主耶稣呢 他是在受差遣的地位上来的 他来的时候呢 头上 他是从天降下 他是披着云彩 所以他是躲在 他就隐藏在云彩里头 那个时候 这个第十章这里 我插出来讲一句话 第十章这里 这一段呢 是插在第六号 跟第七号中间 第六号已经吹响了 第七号还没有吹响以前 这个第十章就这样插进来 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 第七号的时候 主耶稣就公开的回来了 他就在云 踩着云端降下来 但这个时候他是披着云 所以他还是隐藏的 他的裂面像石头 他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 现在书卷呢 已经展开了 那么因为他已经前面那个七个印 六个印都 七个印都打开了 那个前面六个号都吹了 这是只剩下最后一个 所以一点点 书卷变成小书卷 那么小书卷呢 他脚踏在海上 另外一脚踏在右地上 所以他是海和地都是给他占有 他是属于 他是地和海都属于他了 然后他就说话 那么 好 我就 我想就是 就这样 然后第七节呢 是很重要的一节 他说 第七节的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时候 就是吹号的时候 就是第七号了 第七号要吹的时候呢 神的奥秘就完成了 换句话说 神的奥秘呢 是在就是那个书卷里头的那些要发生的故事 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第七号的时候呢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千年国度就来临了 那个就是不是奥秘 什么是奥秘呢 奥秘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 复活升天以后 一直到这个他要再来 第二次再来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 照会时代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这个是奥秘的时期 这个奥秘到底有多长 没有人晓得 主耶稣自己说 连我都不晓得 只有父晓得 那么但是呢 到七号吹的时候 奥秘就完成了 神的经论就完成了 感谢赞美主 盼望我们今天晚上都能有点启示 感谢观看